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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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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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ー 所以能够放下多少 你就得到多少功德了 所以要经常练习布施 所以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菩萨来布施 布施各位的时间 把人家祝念 做义工 像各位现在会玩电脑 布施你的电脑网路来弘扬佛法 弘扬善知识的善法 所以也让世间的好事让大家知道 所以满脑筋里面都在想了 如何帮助别人 帮助佛法 以佛法来帮助众生 所以佛法你要懂 众生你要接触 你每天忙着帮助众生 没有佛法 力量很少 你每天研究佛法 却不接触众生 那就错了 所以这两个要平衡 杯子双印 不离开普利心的深入精障 了解帮助众生的方法 精障 跟了解世界 这两个都要 世间人希望健康 你要研究研究 什么超度 经典的力量 你要有 但是你要接触各种层面的众生 各种层面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社会上工作 或是邻居朋友 你现在开始跟他接触 接触 这个接触你要让人家肯定你的人格 你这个人人格是一个善良的 纯粹为他的 所以你要开始把这个人格扮演好 威仪做好 如果你这个邻居弄得很干净 家里也不常吵架 甚至扫地都扫到隔壁去 人家就觉得 你好猝鼻 现在我发现邻居这样 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现在改变了 跟对方敲敲门 干嘛 送个礼物给你 慢慢就开始了 因为过年过年 你要找一个世间的跟他结缘 关心 慢慢他也到你家来 然后你到他家吃饭 各位要主动 你不能说住在你隔壁那么久 你都不理人家 所以慢慢到你家来还吃素 你家有佛像 对不对 慢慢慢慢 事实上住在隔壁里 一定是累结跟你最亲的人 你要这么认为 所以我不能够不把握这个机会 然后去接触他 接触他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密 如果您能够带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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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